在子弹的世界里 对力量和速度的追求 是一枚子弹永恒的信用 力量和速度不仅决定了子弹的威力 也决定了它是否精准 也许连没有开过枪的人都知道 精准的射击来自三点一线的理论 即准星 缺口 目标 连成一线 即可让子弹击中目标 人们常说子弹不会拐弯 事实是每一颗都会拐弯 2008年 在一部叫做《通缉令》的电影中 射手通过甩动枪口 使子弹绕出一道弧线 从而越过了障碍 击中了目标 这不仅仅是艺术的想象 一枚子弹如果在太空被发射 它自然可以一路向前 也许有一天它可以到达宇宙的尽头 但是在地球上 子弹无论有多快 它最终还是会停下 这不仅来自空气的阻力 还有地球自身的引力 其实 由于地心引力的影响 一枚精准击中目标的子弹 就像这支箭一样 它们从来就不是以笔直的轨迹 飞向目标 而是以弧线前进 这也正是电影中 子弹拐弯的理论基础 但是 真想达到电影中的效果 恐怕你挥舞的手臂 要达到波音747的速度才行 子弹在高速旋转中 有效地减小了地心引力 对子弹的影响 获得了更稳定的弹杠 说到这里 你也许开始认为 这是一次低级的科普 你当然知道子弹 是在旋转中 获得了稳定向前的力 那么 旋转的子弹 真的是你想象的那样吗 其实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子弹并不是以X轴旋转的 在以往的想象中 子弹自然是以X轴旋转 向前飞行 但实际上 一枚飞行中的子弹 却是一个复杂的运动 如果把一枚飞行中的子弹 尾部运动放慢 你会看到 弹头尾部在你的眼前 画了一个圈 而整个弹头正在 以螺旋的轨迹 向前飞行 这些只有千万分之一 竹隔影像分解 才能被人察觉的细微动作 才是子弹最终精确 命中目标的原因 也正是一枚 看似简单的子弹 设计和制造上的难题 然而 人类经常会画版为简 有一种子弹 就完全可以不用顾虑 如此之多细节 它是将简单粗暴 发挥到极致的杀手 这就是线弹 这就是一枚中国军队装备的 09式18.4毫米线弹 与其他子弹一样 线弹也有敌火和发射药 但是它为什么没有弹头呢 其实线弹的秘密 都在这个硕大的弹壳之中 这是咱们经常建的7.62步相弹 这是咱们的18.4线弹 这种弹虽然看起来 好像没有弹头 但是它里面有弱弹个小钢珠组成 激发过后 它的钢珠成散步状态 向前运动 与其他子弹不同 这个型号的线弹 拥有14颗弹头 每个弹头直径5.3毫米 由乌合金制成 分两层装入背脱 这枚子弹一旦激发 火要燃烧强大的推力 就会将14颗弹头 一起从枪口喷射而出 形成一个散撞攻击区域 正因如此 使用线弹的线弹枪 也是线弹枪械中 唯一不需要精确瞄准的武器 作为中国军队装备的一种线弹 09式18.4毫米线弹极其神秘 因为它只装备在 有特殊需要的部队中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 它真正的威力 那么今天 我们就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这一袋50斤的面粉 就是09式18.4毫米线弹的 第一个目标 我想象的效果就是让它直接打出来 两边都能看到 咱们这个高速一排一定很漂亮 这个巨散可能 威力可能要比那个 减货的大一些 09式18.4毫米线弹 是一种近距离火力 极其猛烈的弹药 在突击 遭遇和伏击战斗中 以强大的方向瞄准 和面杀伤能力备受青睐 在20米范围内被它击中 生还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这是弹竹 这是弹竹 穿透肯定必须穿透 但通过这个面粉 可能感觉不出这个蛋的威力 由于射手认为 面粉并没有体现出 09式18.4毫米线弹的真正威力 我们临时决定 让之前曾多次出镜的铁皮圈柜 再次出城 穿一眼 这两层铁皮没打过去 穿一层 加上这层应该算三层铁皮 能穿两层铁皮 我看这个就比较明显 加上前面那层 后一层两层 虽然两层铁皮 两层铁皮 全部贯穿应该没问题 刚才的一次射击 09式18.4毫米线弹的 14颗蛋丸 有12颗贯穿了铁皮圈柜 虽然有两颗 被圈柜所加厚的部位挡住 但就其深深嵌入的样子 威力也可见一斑 可以肯定 无论在任何地方 你都不会想与这样的 一枚线弹相遇 离开枪塘的子弹 具有毁灭一切的巨大力量 那么你有没有一点好奇 子弹在进入枪塘之前 它在哪 子弹作为军队储备 和战场消耗最大的一种物资 他们离开工厂之后 是怎样安全地被运送到军队 乃至战场上的呢 首先他们需要一个弹药箱 首先他们需要一个弹药箱